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鏢股偷愛車 我是王民松 帶你輕鬆 鑽納錢 今天台股收盤小跌34點 一大早早盤又因為利空的關係 法國恐怖攻擊大跌了100多點 你會發現從上禮拜五開始 就會有一大堆的利空對不對 你不覺得指數已經跌了一大段 已經跌了一大段 在最尾巴的時候出現一大堆利空 那是好現象 上禮拜五美股大跌 MSCI調降權重正所稅卡關 一直到這個週末 你看到恐怖攻擊 我想問各位 這些利空都發生在哪裡 都發生在這裡 可是你會發現今天指數只有跌幾點 它只有跌34點 雖然一大早還跌了112點 但是呢 這個指數已經有跌不下去的跡象 所以說在這個時間內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請你回頭再去買業績股 不管行情怎麼跌 它未來如果漲上來 什麼股票會飆得最快 會最有機會讓你解套 就算你套牢 你都不會害怕 你都可以安心睡得著覺 當然是業績股啊 你買這個 你每天都睡得著覺 你根本就不用擔心對不對 好所以說今天我怎麼告訴各位的 來一樣齁 今天11月16號齁 沒錯齁 一大早齁 9點02分 週末 全球股市都籠罩在 全球市場都籠罩在 法國的恐怖攻擊事件上 雖然這不是你我所樂見的 我相信沒有人願意看到這個 戰爭什麼 這個都不是大家所願意看到的 但是它還是發生了 那既然它已經發生了 台股也跌下來了 你就要去面對它 不是今天股票跌下來 你就不理它 算了 當作沒買這檔股票 股票套牢就套牢了 股票 賠錢都賠了 當你不願意去處理 當你不願意去面對 那問題只會越來越大齁 來 它還是發生了啦齁 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東西 都已經發生了 所以說台股一定會受到影響 但那只是短線突發性的利空 絕對是佈局的 最好的機會 所以說我請各位做什麼事情 請各位依規劃 操作 千萬不要自亂賺 自亂正假 你要去面對它啦齁 那你說行情跌成這個樣子 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就是亂槍打鳥 所以說我再前提一遍喔 你是每天在亂槍打鳥 還是像我們一樣精選標股 這不一樣喔 亂槍打鳥是每天都還買股票喔 那精選標股咧 是找到最適合自己佈局的那一檔股票 找到未來有機會狂標的股票 那我們找到了沒 我們來講上禮拜 禮拜四禮拜五 我們跟各位推薦的一檔股票 今天是禮拜一 11月16號禮拜一 今天台股盤中一度大跌112點 因為法國的恐怖攻擊 可是我想問各位齁 你今天看到這檔股票 它從早盤到尾盤 後面這裡你不要看 後面這裡不要看齁 你認為恐怖攻擊對它有影響嗎 好像一點影響都沒有對不對 好到了尾盤指數還是跌34點 你看到它怎麼樣 它漲了一塊錢 這就是我們上禮拜四禮拜 我跟各位推薦 一直在布局的一檔股票 我們李賽斯在各位買的時候在這裡 當天是拉高喔 也就是說台股大跌它在漲喔 禮拜五震盪 台股也是大跌啦 到今天台股還是在跌 它既然拉高了 我們就在這裡布局 那為什麼我要買這檔股票 任何股票都一樣 以我剛才跟你講的 你現在要布局的是業績股 不管行情怎麼震 不管這裡怎麼殺 所有的股票跌下來之後 未來看的就是業績 如果你有業績 你未來股價就自然會漲 那萬一你買錯了 點 你未來也會解套 甚至你都還會大賺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在 跌下來的時候等你買業績股的原因 好 來 你說它有沒有業績 營收越來越好 可是有營收啊不代表會賺錢 很多公司 都沒有毛利 請問營收好有沒有用 做越多賠越多 可是如果你的營收越來越好 代表你的什麼 生意越來越好 那生意越來越好 如果毛利也越來越好 那會不會大賺 會 好來 營收越來越好 那毛利也越來越高 你做一百塊的生意 本來可以賺五塊錢 現在變十塊錢 接下來又變二十塊錢 是不是越彈越追 那你的毛利越來越高 你的營收越來越好 那你的獲利就會越來越好 那你的獲利就會越來越好 是不是越來越好 是不是個火山爆發 這就是我們在帶你布局的股票 你就會發現 就算今天台股大跌 就算你看到法國恐怖攻擊 你一樣睡得著覺 因為你買的是好股票 他有沒有漲 他有沒有漲 他還沒飆漲喔 他只是在打底而已喔 所以如果你還沒上車的 你要趁現在 不要等到一檔股票噴出去了 大漲了 漲了一倍了 你才跟我講說 老師那檔股票可不可以買 千萬不要這樣子 來 一樣 還沒跟上了 請你跟上腳步 今天跌三段時間 回頭還是再買業績股 來 為什麼我敢買 大跌我敢告訴你 可以買業績股 我再強調一遍 沒有人永遠都買在最低點 但是 只要你懂得操作 只要你知道轉折 你就很容易買到標股 所以說 我不會 我不會期望說 我們每一檔股票都買到最低點 我們會找到最好的股票 就算指數還沒落底 我們都可以找到標股 帶你買標股 對不對 這是11月4號禮拜三 外資買超105億 外資買了100多億 雙雅空行情啟動 利多分制 國際資金永進 台股期限貨 火山爆發 短期滿足至少9千點 我想問各位 這波你有看到9千點嗎 你不只沒看到9千點 你可能還看到8千了 對不對 來 11月4號 我請你收工 11月4號 我請你獲利落貸 因為標太快 11月5號 和平紅利發揮 台股多頭歸對 你在工商 你在財經 報章媒體看到的 通通都是利多 而且都是頭版頭條 我想問各位 你會不會在11月4號指數 在最高點的前一天 買股票 會不會 可是如果你是看民眾的這節目 你會不會買股票 老師啊 看你的節目一定不會買嗎 你至少會猶豫一下 你如果要買100萬的 你可能會怎樣 縮手一點 不要買那麼多 因為民眾老師有講過 要獲利下車 有沒有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幫到各位 這是11月5號 波段最高點 那我是在波段最高點的前一天 告訴各位 收工了 告訴各位 獲利落貸 好不好 11月5號 11月5號跌幾點 我們來看 11月還是利多對不對 馬錫會引爆兩岸資金 兩岸三地 股市全面大漲 外資上看9000點 好來 這是11月5號 我還是告訴各位 還是再重申一遍 台股創下新高後 一定需要休息 所以我們已經一規劃 先把錢都收回來 收回銀彈 以備未來的佈局 這就是最好的機會 你不覺得嗎 我們在跟你講的時候 要在這裡 11月4號 我們在跟你講的時候 事實在11月5號 那現在不是很好佈局嗎 好 所以說 要 要什麼樣 可以再大一點點嗎 要非常有把握 你才能出手 很清楚 很清楚 我們不用亂射飛鏢 我們的股票一定要精選 沒有人規定 股票要天天買 要天天做 過去這個禮拜 你就知道 天天買 天天做 痛苦 誰知道 所以說 要真正最關鍵的時扣 才能出手 對不對 所以說 11月5號當天 指數也沒有大跌 也才跌6點而已 盤中還創了波段新高 也就是11月4號 我們帶你賣股票 11月5號 我還告訴你賣股票 還是要叫你 強調你 拜託你 求求你賣股票 可是指數還是沒有跌 而且盤中還創了新高 我還是告訴你 滿手的贏蛋 未來大跌啊 你就自然不會手軟 禮拜 11月4號 10月5號 一路跌到今天 相反的 來到這裡 我認為沒有殺低的必要 就算指數有低一點 很多股票啊 它都已經要飆了 就如同我今天告訴各位 營收跟業績大好的股票 它不是已經要漲了嗎 對不對 這個是還沒噴出 今天只要漲 漲這麼一點點 那這種股票 通常未來都有機會噴出 還沒跟上 一定要跟上 好不好 來 所以說你會發現 後面台股一路大跌 到上禮拜我怎麼告訴你 你要買 就要買最強 最好 最標 好 那什麼叫最標 我待會告訴各位 我們從11月4號 在各位賣掉的股票 我們先一一追蹤啦 我兩個禮拜裡面 買了兩檔全新的股票 那兩檔股票 我都帶你大賺出場 一檔叫齊立新 我們做了好多趟 每一趟都賺錢 我們不講過程啦 你會說 老師齊立新好厲害喔 台股崩盤 跟它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裡有買一次大賺 這裡買一次大賺 賣掉 就算台股大跌600點 它也是在這裡啊 如果今天你買的是齊立新 你連賣都沒有賣 你就傻傻的抱著 會不會受傷 台股跌了YG扭巴 你的股票竟然沒有跌喔 對不對 你的股票怎麼跌 你的股票怎麼跌 好像都沒有跌對不對 可是我們還是把它賣掉啦 對不對 最重要還是要賺錢齁 買大漲 盤下再加碼 再大漲 後來噴出的時候 我們在什麼時候帶你賣 我們在買秦亞的時候 帶你賣掉 有齁 第一次買齊立新 在買秦亞的時候 把它換過去賣掉 第二次買在哪裡 第二次是11月2號 當天買 一大早 薄型高頻電感的超級標股 2456齊立新 此處買進多單之前不是不會標 只是實際還沒到 所以獲利一落袋之後 再把它買回來 是不是買回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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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賣掉之後 洗到這裡才買回來喔 然後這裡賣掉喔 來 一大早買完 兩個小時後漲停板 隔天創波段新高 當天一大早你就看到一大堆利空 再隔一天標到快漲停板 全速獲利下車 禮拜一漲停 禮拜二創新高 禮拜三差一點漲停 獲利出新 來 這次扣訊 本週的超級標股 2456齊立新 狂標三天 利用創新高獲利下車 好 賣掉了齁 大賺出場對不對 然後 我們帶你買的另外一檔股票 前一個禮拜買的股票 它是標了一整個禮拜喔 16加 秦亞 請你先布局 布局好了 我請你把齊立新賣掉 每一個會員都一樣啦齁 你把齊立新大賺出場之後 再去加碼秦亞 用力的買 盡情的買 越多越好 每一個會員都有 好了 當你買到的色標股會怎麼樣 我再強調一遍喔 為什麼要把齊立新賣掉齁 這麼好的一家公司 明星老師 你不是說齊立新很好耶 你說它基本面很好 就算這一波台股大跌 它也沒有真的跌到 但是為什麼你要賣 因為我要把資金做最有效的運用 把所有的資金壓在最強的那種方 你才有辦法賺最多 我們請你把齊立新賣掉 再去買秦亞 這叫做效率對不對 我們買的股票是在起標點 所以說要強調一遍喔 我們帶你買股票 不是亂買 不是歐白買齁 來 我們一定是找未來的主流 真正的標股 然後帶你領先市場 買在起標點齁 我有沒有帶你買在起標點 我們有沒有買在起標點 有齁 好 那買在起標點台股大點 你不用害怕 就跟現在台股大點會不會害怕 你不會害怕 因為它就是會標 所以在其他禮拜二 台股大跌秦邦狂標7.7% 11月28號 台股大跌68點 秦亞繼續標 12月9號禮拜四 台股大跌94點 秦亞漲0板 那台股連續大跌200點 連續跌3天 天天大跌 秦亞都在標了 肯定 只要指數有稍微止穩 它會標得更厲害 台股小跌16點 秦亞漲停板 再創新高 禮拜一再漲停 禮拜二再創新高 禮拜三差一點又漲停板 所以說連續兩個禮拜7個假日 一路狂標 這一天我們在節目上公開預告 會員分成兩批 在今天的尾盤 全部獲利出清 所有會員都一樣 都分成兩批 而且全部出清 那我想問各位 如果你把股票賣掉 賣掉之後它結果漲停板鎖住 你會不會覺得老師你很笨 老師漲停板了 你既然把它賣掉 把標股賣掉 這裡標的一個人 想也知道明天又有漲停板 對不對 我要再強調一遍 做股票要懂得買 也要懂得賣 你才能夠真正大賺 為什麼我要賣 我的目的就是要讓所有人都看到 買到賺到 我賺夠了當然要賣 而且我節目上公開預告 11月4日 當天我說大盤 收工了 要獲利下車 我們七里清賣掉 我們秦亞也賣掉 晴天大標股8096秦亞 從上車到現在已經狂標五成 獲利下車收為現金 好來 都賣掉了喔 都賣掉了喔 七天狂標50.3% 獲利出清 公開預告 我們埋在這裡 所以我們這裡全部出行 大賺出場 好來 賣掉之後 隔天跌1.65元 那為什麼要再跌 大家也知道了 因為它被分盤 這沒有在我的預算之內 但是它既然被分盤 大跌也合理了 我們剛好前一天把它賣掉 問老師 你怎麼會這麼做 這就是我們的操作 我們的會員的操作 來 這就是一通扣訊的價值 很多人說千金難買早知道 真的需要千金嗎 我有跟各位收過千金嗎 你給他問你的用心看看 我有跟你收過千金嗎 你看節目你有沒有賺錢 還是你每天都在看 每天都在貪小便宜 認為你已經占到便宜了 事實上你可能得不償失 雖然你看到標股了 你不敢買 你只敢買一張兩張 你賺的還沒有我們多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不懂齁 我跟你講結束了嗎 還早 所以10月6號 我帶你買秦雅 差不多 修正差不多買回多單 11月6號禮拜五 台股大跌我買 漲 11月9號禮拜一 放完假回來秦雅再買 台股大跌繼續漲 你放心 每天都動不動 就三五千張 是最基本的量 動不動都是幾萬張的成交量 所以說你想買幾張就買幾張 11月10號禮拜二 不小心亮燈漲停板 台股大跌100多點 台股又大跌了 那跟你也沒有關係啊 好 連續六根漲停板通通賺大 好 那為什麼他會標 來 我們先來看齁 過去他一整年的營收 每個月都在破紀錄 甚至今年一月份的營收 可能是今年的前幾低點 光今年一月份的營收 就是去年一整年喔 從一月到十二月份的最高峰 那 這個最高峰呢 是今年的最低峰 好 你就知道他業績有多好齁 他每個月都在破紀錄 到了九月份營收 又破了紀錄 又成長了二兩倍 營收再度破紀錄 一個月 就已經可以賺到五毛錢了 你去想像一下 一家公司如果一個月可以賺五毛錢 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假設啦齁 他營收就維持在這裡 好像可以賺六塊錢對不對 那你認為一家公司一年可以賺六塊錢 假設喔 一年可以賺六塊錢 他的股價應該值多少錢 那中間還包含他的營收可能會有變化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要假設啦齁 來 公佈十月份 8096新亞營收快報 十月份營收55.3億 又破了紀錄 又成長了2.5倍 再度刷新歷史新高 如果九月份一個月可以賺五毛錢 那你認為十月份營收再度破紀錄 可以賺多少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他公佈的第三季單季的獲利齁 一季大賺1.18元 哇 破紀錄啊 這下不得了了 年增9倍 比去年同期大增9倍 比前一季的獲利大增19.6倍 這麼好的公司 你說他為了會不會標 所以 今天大跌我帶你買 我再買 很多人會告訴各位 在大整的時候告訴各位 他有情亞 可是當他跌下來的時候呢 你再回頭去看 不會有人跟你分析情亞 只有我齁 我們再買 你敢嗎 還是你只敢買一張 我要強調一遍齁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做的 請你跟上腳步 給你最大的幫助 用最快的速度幫你翻身 帶你買標股賺大錢進廣告 好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鐘 五分鐘 好 好 精準提供第一手的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隨機市場最強的主流斧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派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精準提供第一手的訊息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負責 為了離心複雜難懂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彼此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精準提供第一手的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隨機市場最強的主流斧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派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感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選擇你的網路 鵝排氣密窗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想清楚誰可以幫你賺大錢 我再想再一遍 還是一樣 你要買 就要買 真正的標股 不是亂槍打鳥 會標股票 不是每一檔 你要跟 就要跟 最準 那話說回來 到底誰最準 想清楚 再決定 好不好 我們給各位 百分之百的實戰 不是亂槍打鳥 亂射飛鏢 給各位 三大保證 相信你會貝勒 我們要追求的是 長期混賤的獲利 不是天天掌停板 沒有天天掌停板 這種事情 所以 我們也有可能做錯 也有可能會做錯 所以說 一樣 操作 不可能百分之百 但是 我們會盡全力做到最好 這是我給你最大的保障 我能給你的就這個 如果你認為 這是你要的 你可以參考看看 來 一樣 輸家跟贏家最大差別 就是輸家每天在講過去 贏家 這告訴你現在 跟未來 對不對 這是過去 那我不贅述 我不花太多時間贅述 從暴跌錢賺到暴跌 沒有每次都賺錢 甚至暴跌都可以創立史新高 如果有一家公司創立史新高 你認為是賺錢來賠錢 眼睛價錢都賺錢 對不對 那 怎麼樣才能開心地賺 掌握轉折 有進有出 你自然不會有壓力 所以 你就能買新的股票叫雙班 我沒人講過去 那都過去了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敢有賺 從這裡標到這裡創新高 海股大跌250新的 還有創新高 那這是過去式 那未來 利用大跌帶你買 對不對 有沒有賺錢 其實也沒有賺錢 那我想問各位 如果 我今天帶你買的股票 飆了 狂飆了 漲停板了 要不要講 那如果我買的股票沒有漲 要不要分析 你在別人看 在跌別人看不到 我要強調一遍 沒有100%這種東西 你在別的地方 也看不到 我們給各位的東西 好不好 一樣 我們上禮拜 各位推薦的是 營收大好的股票 業績股 毛利率也越來越高的股票 當營利率 毛利率 跟營收都越來越好 它的獲利就自然越來越好 所以這種股票 你會發現 買在地板上 你一點都不會擔心 今天是漲的 台股大跌它在漲喔 所以說如果你還沒跟上的 請你一定要跟上喔 因為它還沒飆喔 這種股票 它就會成為未來的主流 它未來飆漲的空間就會很大 如果你還沒跟上的 不知道怎麼做的 給你最大的幫助 只要你願意 給你最大的幫助 用最快的速度 幫你分身 帶你買飆股 做大錢 祝各位收看你 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用五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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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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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準提供第一手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所提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得更開心 特派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符號 為了您先負擔難免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迷思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0600 精準提供第一手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所提市場最強的主流股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派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七星級三溫暖的 腿部桑拿機誕生囉 本來橋湖桑拿機 有工研院的引進 遠湖外線放射率 高達93.4% 在桑拿屋內 形成熱循環效應 不斷刺激衝腿 及腳底的經過借道 加速匯癌的循環 促進心靈代價 所有三的紋症 為了腳背超背 冷氣機油 電氣石最大的特點是 能夠滲透到 身體身體部位 促進胃也循環 和心靈代價 順順順 產生不離子 不離子又稱為 空氣的維生素 具有調節人體離子平衡作用 能使身心放鬆 也具有除臭的功效 我們的巧服桑拿機 電氣石超過40顆 成為病人銀的一聲 等於收用 小福桑拿機米噠 兩先生 計三兩金外縁 potato 微清伏攝光的 外縣採用加拿大進口 高鐲 pretty 平均資深